玉婷你好 恭喜你荣获奥运全球金牌 这是我国第一面 非常不容易 台湾全后林玉婷摘金 总统莱青德亲自致电感谢为国争光 你真的非常不容易 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你每一场都5比0 哇 我们看得都非常非常的振奋 因为我知道有国人还有总统在我后面 给我当支持跟后盾 莱青德也开玩笑说 没想到意外发现两人共同点 不是头发中分 因为你是偏分 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喜欢吃甜食 喜欢吃珍珠奶茶 是吧 对对对 没错 但因为碍于我们量级其中控制 所以即使再喜欢也是要克制 林玉婷也解答了 在获胜后背起教练的庆祝方式 有背后意义 玉婷你怎么会想到背教练 我看没有一个国家的选手这样子做 在场上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 在场下还好有教练 那他帮我扛下来一切 获得这个荣耀我把教练举起来 我觉得代替教练承担这个重任 林玉婷夺金之路激励人心 不少网友热切关注林玉婷返台行程 航话要把这辈子第一次接机 献给这位台湾之光 也有热心网友提供资讯 林玉婷的回国班机是长荣BR88 预计于8月13号上午7点10分抵达桃源机场 参与闭幕式的选手们也会一同返台 你们是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 请大家给你所有中华队的英雄们 最热心的掌声 航空公司也已安排好迹象的小彩蛋 欢迎选手们凯旋归来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没有教练就没有选手 没有他获奖可能就不会有教练这个奖项 第一潮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 他愿意挺身而出 告诉我说天塌下来 就是有教练当的那你就专心训练 请不吝点赞订阅 哈喽大家好我是拳击教练曾志强 哈喽大家好我是拳击选手林玉婷 我还是要谢谢玉婷 因为他继续坚持下去 没有他获奖可能就不会有教练这个奖项 所以谢谢他的坚持与努力 没有教练就没有选手 那就是其实很感谢教练啦 那就是在自己最低潮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 他愿意挺身而出 然后帮我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那并且告诉我说就是 天塌下来就有教练当的那你就专心训练 所以很感谢他 其实我没有太特别去注意 因为其实我们在场下或是在后台颁奖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互动算是非常良好的 那当时就是在那个moment我没有感觉到说 任何敌意或者是任何的恶意 所以赛后那个你没有看到吗 其实我赛后社群都还没有下载 对对对 总统贺电 我国参加2024年第三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 请转林玉婷选手会见 今期荣获2024年第三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全级女子 五十七公斤级项目金牌出类拔萃 季冠群结扬威国际举国宽腾 竹刊表帅特殿致贺赖赖清德 中华民国113年8月10号 好 好 我这边也是一个 等一下 谢谢你 哈哈哈 谢谢你 哈哈哈 好 谢谢 看前面 来玉琳这边 玉琳 好 谢谢 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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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好 谢谢 那我們去裡面 我們喝個獎金 沒事沒事 剛剛透露的小訓就是總統 要給你的小小的獎金 那我肯定 就把他當傳家寶收好了 非常恭喜 我們想知道今天的獎金關係 是 然後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現在的心情 就我覺得非常有 非常榮幸能夠代表 這是我們代表團 然後擔任這個掌旗官的身份 那也算彌補了我 探家看幕式 然後下雨天 就是沒有拍到我畫面的遺憾 對 因為畢竟下雨 然後又找不到鏡頭位置 因為第一次進場 然後再加上可能第一次搭傳 然後就是也找不到說 鏡頭在哪裡 對啊 覺得還滿可惜的 那這次閉幕 然後有機會 可以踏上那紫色夢幻的跑道 然後擔任掌旗官 然後把我們屬於我們的旗幟 然後揮舞讓世界看見 我覺得非常榮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同仁說在看你比賽之後 你的心情其實是 你是很鎮定的面對大家 但其實看得出來其實你還是很激動 你這一段期間你的心情的調適到現在 其實心情的調適上就是盡可能的保持平靜嘛 因為畢竟就是保持心裡越平靜 你才有辦法你的腦海中才能保持越冷靜 那在場上冷靜就對於選手來說會更加的 有更大的勝算 那足以去面對場上每一個突發狀況 每一個細節 把事情做好 那把我們的目標就會 距離我們的目標也會越來越近這樣 無敵就像你說的 全台灣都在你配合體驗裡 今天在大使館裡也是代表 我們自己國際的地方 拿到總統科 對你可以進去看一下你的心情嗎 我覺得 就是看到 齊林裡兩個他們就是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覺得說 哇 好非常榮耀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為他們 很高興 那就是他們比完賽當天 就是 就是他們回來嘛 然後也蠻晚的 我就還特別問楊哥說 你們什麼時候到 然後可以來跟我 就是我要去讀你們 然後我想跟你們拍照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把你們的好運傳給我 那事實上也證明了 就是我也成功接到這個棒 然後 做到 就是把這個榮耀給留在台灣 帶回台灣 沉澱了一個晚上 睡了一個晚上 就是睡了一個晚上 昨天的情侶還是比較激動 一定蠻好 今天睡了一個晚上之後 心情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 一覺醒來 就是覺得還是蠻不可思議的 畢竟 這個夢 做了很久 但 呃 非常的感謝教練 那 如果沒有他 就沒有我 今天 今天的林玉婷 那很感謝他 可以一直陪伴著我 那 甚至是 就是 家人啊 都放在 就是 把家人留在台灣 然後就陪著我 四處征戰 那為了就是 就是 要議員我這個夢 那我覺得 我非常感謝他 那就 就證明 就是我們做到 那 台灣人也是可以做到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 提到你的波蘭對手 雖然昨天 在頒獎典禮的時候 互動是非常好 可是好像 後來他的發文 又有點 讓大家覺得說 不是很好 發 其實我沒有太特別去注意 因為其實我們在 場下 或是在後台頒獎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互動 算是非常良好的 那 其實也不會說 存在著 大家所謂的 可能 就是他發言 因為我感覺 那當時啊 就是在那個moment 我沒有感覺到說 任何 敵意 或者是任何的惡意 反而我感覺到 就是 運動員在賽後 就是在場上競爭 那場下 大家就是永遠都是朋友 那我也很充分的感受到這個 這樣的溫暖 那我也很感謝他們 就是在場上 努力付出這一切 那讓我們 就是可以把最好的表現 留在場上 讓大家看見 那至於說 可能 先前有一些風風雨雨 那我認為就是 過去了就過去了 那我們應該要 向未來看齊 那希望我們未來可以變得更好 更加的美好 所以賽後那個你沒有看到嗎 就是說賽後他發 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賽後 社群都還沒有下載 對對對 還沒認真開 因為我還不敢開 比完其實台灣很晚 你有跟媽媽聯絡過 就是跟他講過話 還沒有跟他聯絡 講過話 我怕媽媽在我面前 一下太激動 我怕我會控制不住 對 所以還不敢 跟媽媽 太多的 互動交流 對 就是 還是先委託教練幫我 處理這份情緒 回去我們再好好的 擁抱一下 等一下 跟總統視訊 會不會緊張 等一下要跟總統視訊 聽說是怎樣 我沒有聽說 要跟他講話 會不會有點緊張 還是怎麼樣 沒聽說 等一下再說 好 等一下再說 謝謝玉婷 謝謝 謝謝玉婷 教練來分享一下 今天來接受後的電 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心情 我想 獲獎跟接受賀電 是兩種不同的感受 一種是自己努力完成 一種是別人給予你的讚揚 能夠來到法國巴黎接受賀電 也真正能夠落實在說 我真的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個心中的感受 是放下最小的一塊石頭 就是獲獎的時候 可能是 我獲獎 但是 能否在這邊獲得這個 大使給我們 政府給我們最後的鼓勵 那我就覺得是 落下這塊石頭 教練跟玉婷其實就 情同婦女的關係 聽說從小練習 食衣住行 包括理財 觀念都跟玉婷心心不理 可以幫我們聊聊這一段嗎 其實 我想跟他分享不是說理財 就是說 每一個人生追求的階段 都有不同的夢想跟一個過程 那 既然他跟我說他要打奧運會 那我就希望說把他拉到那個時間走去 不過他還是必須有他的人生規劃 所以他在某個階段喜歡的事物啊或什麼 我們還是要尊重他 不過我最希望就是說 你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太多地方 也不是說那個是對與錯 但那個就是他的青春歲月 但是我覺得在青春歲月的時候 有些時候 人家常講的嘛 有些是什麼荒唐的歲月啊 或者是迷茫的時光啊 那我是希望說他減少了這些不必要的 然後把專心放在這邊 那我真心覺得說 這場奧運會真的毫無懸念 你看 每場比賽都是以完勝的概念來做這事情 我覺得他的實力跟技術是無雄之疑 而且 他的對手也都非常 在頒獎也都非常的欣佩他 對 也給他做了一個互相的回應 那這就是我覺得在運動場上 大家如果論運動表現跟焦點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問題 教練這一次就除了是玉婷的教練之外 也是拳擊隊的總教練 那這次成績單開出來其實是非常漂亮 最漂亮 對 那你怎麼看這一點 做了什麼結果 呃其實我們這一次全績隊 真的是感謝所有的隊員 主恩啊 安家輝啊 念琴啊 師姨啊 玉婷啊 小文等等 那我比較心疼的是小文 因為他真的是 本來是我們的金牌預選人 那當然賽事的結果 我們都必須尊重 那也謝謝他願意陪著玉婷 繼續撐到最後一戰 那我看來就是說 台灣的全集在這個畫下一個完美的據點 但是應該會有新的一個實施往前邁進 那我希望說未來更多的關注在台灣全集上 有更多的資源投入以後 台灣的全集教練們 好好努力 大家都看見你們 小心一點喔 小心一點喔 對 對 對